救難人員穿全身裝備 在河床中來回搜索 甚至出動空拍機 不放過一絲希望 因為有民眾在河床周邊 失蹤九天 到現在還不見蹤影 當時消防隊員 就是在龍神橋下三百公尺處 沿著石角溪上游 往石岡水壩 搜尋賴性老翁的下落 台中東市七十七歲老翁 八月七號下午一點 跟平常一樣外出尋菜田 結果到晚間九點都還沒回家 妻子焦急報警 消防隊在老翁經過的龍神橋 沿著石角溪一直到石岡水壩 八月八號到八月十號 連續搜索三天 中間因為好雨暫停 等十四號水位消退 再搜尋一天 前前後後出動五十一名消防人員 八台空拍機卻還是找不到人 東四到石岡大約有六到七公里那麼長 我們有人員做案件 然後也有一部分的人員 是有一些河道沒有辦法走的話 我們就是用游的游過去 而失蹤的時間點正好在鬼門開交界 讓人多幾分聯想 現在警方正持續調查 如果有新事證就會重啟搜尋 記者黃山鳳 李雲杰 台中報導